一眼望去 灰色 绿色与咖啡的色块 躺在河床上 横着一条红色的大桥 在空拍镜头下焦距成奇景 这里是云林著名的西螺大桥 在今年的汉巷的限定版景色 那个水 因为现在枯水期的关系 整个水都几乎都不见 整个河道几乎都已经不存在 所以整个那个 但是西底它就 它原来的这个西床 河床就整个裸露出来 中南部半年多来几乎没降雨 干旱造成河川缺水 珠水溪只剩下涓涓细流 让大片的河床裸露出来 形成这百年奇景 布置虎克大教授前来拍摄 西螺土生土壮的射大摄影课讲师魏庆福 也用镜头进入下这一刻 大桥这边我来拍十几年了 以前喜欢来拍就是它有水的倒影 会很漂亮 所以这个景象从来没有见过 几十年都第一次看到的 然后我们也是在傍晚的时候 我们也来空拍 然后他发现这个 这西底的这个样貌 好像就一幅大地的一个画作 虽然是现在枯水期 然后它也能够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这个西螺大桥 给它的这样的一个样貌 所以也是蛮特殊的 有别于原先西水与西螺大桥相辉映 这次的世纪汉象 呈现了大自然的另一个面貌 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透过镜头 为西螺大桥留下历史见证 新航亚特电视 廖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